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丽妃 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沈乐卿 又是她 她得知我没死 追到了这儿 想要杀死我 子津姐姐呢 她并无大碍 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倒是你 七学终于畅通了 你不知道我们最近有多担心你 多谢你们了 我昏迷的这段日子 定发生了很多事 四哥 他为何要亲征啊 为了避免路远继续盯着你们沈家 四哥让沈将军告老还乡了 因此北境主帅支持孔雀 为了避免路远得到军权 四哥不得不亲征 我爹他还乡了 你爹和你哥 早已秘密赶赴北境 从后方钳制住魏军 那我娘呢 你放心吧 你爹临走前 早就把你娘送回家了 那师父他 李哥 师父他 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你也不得了 而且太久释怀了 你不要担心 师姐 李哥 紫禁姐醒了 紫禁姐姐 你终于醒了 你吓死我了 醒了就好 虽然我的潜意识里 一直有一股力量 在告诉我自己 必须要醒过来 可是我都没有做到 多亏了你们 还有四哥 这段时间 对我的悉心照顾 为我这么奔波 也为我做了那么多的事 傻瓜 你只要醒了就好了 对 醒了就好 一切都过去了 对对对 对了 刚才又是神乐卿 他有没有伤害到你啊 我没事 他已经追入悬崖 估计性命难保 恶人自有恶报 当务之急 你一定要先康复 殿下 我想去北京 可是你的身体 骊哥 你身体才刚好 没事 我已经好了 我与我的家人 还有四哥 之前错过了太多 现在 我只想多些时日 与他们在一起 李妃 殿下 你放心 我会陪着骊哥去的 师兄 你可别忘了 我们是师兄妹啊 不是说好了 一辈子都要在一起吗 是啊 我也是 你们去哪儿我去哪儿 好吧 我尊重你的决定 多谢殿下 多谢 殿下 多谢 你恨他吗 你恨他吗 我本应该恨你的 可是命运兜兜转转 最终 还是让我找回了我的家人 也遇到了我的爱人 还有师兄和空城 一直不离不弃 生死相依 我知道 小时候你带着我们练功 虽然很严厉 但是还是会偷偷给我们堂吃 那些时光 是真实存在的 只是你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 我还知道 其实你也是很疼爱我们的 只是一直不敢承认罢了 师父的确是疼爱我们的 但他却是基于仇恨和欺骗之上 而他最终也为此付出代价 是 李哥 现在真相大白 我们应该向前看 仇恨并不能左右我们 你现在有家人 有爱人 还有我们 我们 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是啊 师姐 以后我们就自由自在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好 那我们和师父喝一杯 好 师父 师父 我们马上就要去北京了 你心结已开 一切都放下吧 愿在此安息 北京战事结束以后 你想做什么呀 小冲长 我 我肯定不会像师兄那样 整天待在医馆里头 肯定像师姐一样 做行侠仗义的大侠 嗯 有眼光 哦 师兄不是大侠 做行侠仗义的 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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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哥哥 雪莲花能帮帮你吗 婉儿姑娘 我正要去找你 当面给你道谢呢 你们这是要 我正准备带着空城 去北京呢 北京 不是要打仗了吗 正因为要打仗 我才必须要去 一旦战事起来了 生灵涂炭 我必须要出一份力啊 荀哥哥 真是一者人心 婉儿姑娘过狱了 哦 对了 你的药 我早就帮你准备好了 还有这个药方 对你的身体大有益处 这幅风寒灵 你也拿着 有备无患 我不在健康的日子里面 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许哥哥 能遇到你 婉儿三生有幸 日后相聚 我们再去采药可好 一定 后会有期 嗯 勇说 你们在基督尸上 你是不是 喝瓣 你真是 地下 二十二 你吧 传令全军继续加注城防 记住 多搬一块石头 多造一些剑鱼 就能多保一条命 是 李哥 我这边梨花很香 你那边呢 快点醒过来告诉我 四哥 你现在应该快行至北京了吧 我看到了你写给我的信 为我画的花 还有你为我做的走马灯 谢谢你 为我做了那么多 这是你亲手为我们种下的梨花 你说 以后每年都会来这里 为我们栽上新的树苗 我很期待 这段时间 你一直保护我 保护沈家 谢谢你为我承担了这一切 庆幸幸这一生能够遇到你 也感谢这一切的遭遇 让我们的爱超越了最初的清末 相信我们能一起面对任何的考验 你也有你的责任何使命 我也有我的爱和坚持 我们会成为彼此信任 彼此依靠的伴侣 你在北京好好地等着我 我马上就启程去找你 与你一起并肩作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